全民互动今天世界大家好 这里是2023上海科技车展的现场 我是周宇轩 那现在在江淮展台上 我们旁边这台江淮QX 可以说是一款比较重要的新车了 因为它换装了一个 PHEV的插电混动的一个动力系统 那关于这台车的造型 其实它整体与之前的4号的QX是很接近的 但是在很多细节处设计是不同的 首先第一点就是这个前脸设计 可以看到它前脸是采用这种 多点状格栅的一个样式 而且中间这个部分是很多和车身细节是同色的 那侧面的是一个19英寸的一个 新黑的轮圈后部的唯一的变化 就是在后包围的中间的设计 可以看见到它整个的这些反光板 以及格栅的样式是和4号QX不同的 那进入到车内的这台江淮QX的 PHEV版本的内饰配色 我觉得有点意思 它上部采用的是黑色的配色 而底部这是一个樱花粉的配色 那结合这个车的外观 这一个类似牛油果绿的那么一个颜色 我觉得还是一个非常年轻的感觉 那前方是一个双12.3英寸的一个连屏 当然了现在它没有通电 所以我具体也感受不到这个整个屏幕和多媒体的感受了 那底部呢 它T字区因为把这个位置是设计的比较高 所以它把这个部分设计了一个比较大的储物格 往两边有一个两个杯架 底部这个位置还可以一个放一个储物的空间 那风扇盘呢 刚才我也试了 它是一个四项的调节 那座椅是一个一体式的座椅 所以乘坐之后会感觉它的整个的承托性以及包裹性会相对比较好 那我现在将前排座椅已经调到一个我比较合适的位置了啊 但是我的身高大概1米77可以看到 头部空间有一拳多一点点的距离 那接下来我们上后排看看 来到后排目前我的前排座椅没有动啊 可以看到腿部空间基本大两拳的距离 头部空间有一拳的距离 作为一个紧凑型的SUV 其实这样的空间表现我觉得还是值得认可的 那配置呢 顶部有一个大的全尺寸的全景天窗 下边后排有两个USB的接口 那关于后排的座椅的乘坐感受 其实我觉得稍微有些牵强 为什么 因为我做完之后会感觉它中间的这个对我靠背的那个面积不是特别大 所以做完了之后会感觉我的包括胳膊这个位置 以及脖子跟这个位置都没有承托的感觉 所以这一点上如果把这座椅的承托面积 这个中间掏空的位置变得更大一些可能会好 另外就是底部腿部这块坐垫可能还是稍微有些拼短了 可以看到我现在正常乘坐的姿势 其实前部从大腿跟往前也就这么一个部分能在承托着 那关于这台车的配置 它也配备了包括L2加的驾驶辅助以及NOA的高速领航 其实对于这么一个级别的车型来说 这些辅助驾驶的配置有了 我觉得也是值得点赞的 那关于它的动力系统 因为目前官方还没有公布任何的信息 所以我们目前还不了解 如果你对于这台车有兴趣 可以来江淮展台看看它 我是周宇轩 欢迎关注之家看展 我们一起看车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